大家好,2月16号了,礼拜三,终于啊,咱们这个年算过完了啊 以这个正月十五元宵节,是吧,以昨天啊,这个十五,过完十五了,过完年了 祝大家新的一年啊,心想事成,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啊 大发力士,大吉大利啊,合家欢乐,江泽民哈,祝大家合家欢乐,欢乐啊,是吧 祝大家幸福美满啊,各方面都顺顺利利的,健健康康的,是吧 利利缩缩的,干干净净的,是吧,平平安安的啊 不要出现那个徐州,是吧,被铁链锁住,是吧 听说是被他爹,被这个董,本人,还有他弟弟,至少三个人,轮流的轮奸啊 这个,而且徐州这地方还有大量的人,有女的,是吧 被扔到河里,给活活给淹死,是吧 有可能是打死之后扔进去的 当然也不限于徐州啊 整个中国都大同小异的有这种情况 昨天福建又出事了 福建省张州市,有个县叫南静 南北的南,隋静的静 南静县,县城,叫山城镇 这个南静县面积不算小 面积有1900多平方公里 相当于北京的顺义和平谷 或者比顺义加通州还要大一点 南静县,然后人口有34万左右 在南静县山城镇,也就是他的县城的街头 一辆这个乡市货车 就是封闭货车,小货车吧,不是很大的车 突然间发飙,那个司机 然后撞向了行人 当场至少撞死三个人 这还撞伤了很多人 有的报道说撞死撞伤了90个人 不过我看那现场的录像 根据他的那个车型 还有当地的看那个人口密度 应该不到90人 但是反正撞死了三个人已经 这个是中国的官方吧 我们称他为官方 实际上他的公信力也受到质疑了 中国的这个官方媒体的报道 现在已经陷入了塔西陀陷阱 这个去年这种事在中国发生了很多 大连是吧 听说大连本地人说的 那不是我们大连人 说是一个吉林的小伙子 投资失败还是感情纠纷啊 好像是投资失败 欠了一堆债 驾驶一辆是奔驰还是宝马呀 在街头 说是一个美容院的理发师 美容师 光当我看到那视频了 当场就把有的老太太活活的身体 就给撞成两截 撞死了七八个人吧 他是用最高速度 撞谁呢 是遵守交通规则的人 就是在那个红绿灯那 等红绿灯 是等红绿灯还是那个 过那个人行横道啊 就是那个 反正是遵守交通规则人 撞死了那么多人 七八个人吧 咱先不说那种事故 你看前两天 沈阳又爆炸了 是吧 然后去年 沈阳太原街爆炸 然后哈尔滨爆炸 大连爆炸 湖北实验爆炸 先不说这种爆炸 就说恶性杀人 针对社会的啊 不特定人群的 是吧 还有南京新街口 拿车撞人 那个好像没有死的 然后还有安徽 安庆 在安徽安庆的步行街 一个小伙子 是吧 直接掏出刀就砍人 这个人呢 也很怂 他真的很是很无能 很懦弱很恶心 他砍的全是女的 他砍死了五六个女的 拿刀活活砍死啊 是吧 还有北方一个吧 有视频 是吧 在也是在街头砍人 北方山东或者河北 后来是被一个过路的 可能开小面的 开面包车的司机 把他撞倒了 然后他那个 他那个刀也 也都脱手了啊 后来应该是把他给抓住了 也是拿刀砍人啊 随机的啊 还有湖南郕州也有 还有广西北流吧 广西北流也有 就冲到一个幼儿园去杀孩子啊 这种事非常的可怕啊 非常可怕 这个张州这个南静县 我还真去过 我是2006年 跟着我媳妇和儿子 我们三口人 到这个南静去看土楼 这是客家人吧 也有部分闽南人 就是讲客家语的人群为主 修的这种建筑 也有闽南人 这个讲闽南语的 这土楼是某一个姓 咱们比如说老张家 老李家 老陈家 老皇家 老赵家 哎 聚足而居 在过去呢 朝代更迭 经常有动乱 什么所谓的太平天国呀 弘扬之乱呀 什么义和团呀 义和团南方比较少啊 是吧 还有宗族仇杀 客家人和土著人啊 种种的是吧 咸丰年间 广东就爆发了 土客大泄斗 是吧 这个土楼 在广东 梅州地区 那个地方就叫维屋 维屋 在东南亚也有 华人移民 叫维龙屋啊 我们到南静 主要看那个叫田螺坑 田螺坑 书阳镇 读书的书啊 夏南阳的阳 书阳镇 田螺坑村 那个非常有名 有个观景台 我们去了 那个叫四菜一汤 为什么叫四菜一汤呢 四个圆的 一个方的 五个土楼为一组 都是当地老皇家 姓黄的人家 啊 有五栋楼 然后那个 有的楼是一层 有26户 三层就78户 差不多将近400户 啊 那四个圆的 三个纯圆的 纯圆的啊 就是那个 然后有一个椭圆的 还有一个长方形的 所以叫四菜一汤 我们去这地方呢 去的时候呢 是打的摩迪 当地人打了两个摩迪 我们去的 三口人 那个摩迪啊 因为那个地方呢 他那个小村 那些村啊 都是有那个水塘 有水塘 水塘之间有石板路 当地人在水塘里边 洗衣服啊 洗菜啊 我还记得那个情景 只能摩托车通过 汽车根本过不去 所以我们打的摩迪啊 到那去的 啊 我们那次主要是奔着龙岩 先到龙岩市 然后到龙岩市 下面的永定县 那也有好多 这个土楼啊 好多什么镇城楼吧 这个楼 那个楼 去看了好多啊 还拍了好多照片 都在我的博客里 后来我的博客 16年被封了 现在看不了了啊 好像有一种技术能 叫什么什么什么照 能把我这个博客 还能恢复哈 谁要知道 给我提醒提醒 谢谢了 啊 然后我们到了那个 到了永定县 对了 李登辉 台湾的已经去世的 前总统 李前总统的老家 就是这个永定县 叫湖坑镇 湖泊的湖 坑害的坑 楼下村 他是那儿的老家啊 啊 然后这个张州 很多台湾人的老家 都是张州的 好像那个连战 国民党前主席连战 啊 这个民进党的前任的 副总统吕秀莲 还有总统陈水扁 陈水扁好像是昭安的啊 昭安的 连战好像是龙海的 对 那边还有个墓 唐朝 开辟张州 所谓的开张圣主 开张圣主叫陈元光 他是光州故史人 光州故史 就是今天的河南信仰故史县的 叫陈元光 他是唐朝的一个大将 他带着人开辟张州 当然张州之前应该是少数民族啊 百越或者今天叫奢族 汉人也是逐步的移民 所以有条江叫晋江啊 为什么叫晋江啊 纪念晋朝啊 对吧 晋朝啊 这个晋江啊 石狮啊 泉州啊 这些地方我都去过啊 然后2002年 我到那去收炉干 那小橘子炉干 我在哪收的啊 这个叫做这个 福建省张州市 常泰县 延西镇 甘寨村啊 那村里边两个姓陈的啊 一个陈建中 一个陈龙吉 陈建中是个中年人 有一个儿子 一个女儿啊 然后陈龙吉是个年轻人 他们俩合伙 那个陈龙吉有两个女儿 在他们家那儿 然后在当地吃那个菜饭 还是油饭 挺好吃的 第一顿饭 他们请我们客到饭店 然后就在他家吃啊 当地有好多山 那个山是平原 张州平原 周围是山 然后突然起来 突然起来一个小山包 特别漂亮 山清水秀 冬天 小溪潺潺 有竹林啊 有清脆的竹林 后来我们从那儿又去了 那个哪儿 又去了这个 我想想 出铁观音那个地方叫什么 出铁观音的那个地方 那个那个地方叫什么来着 不是华安 我忘了那个地名了 哎 就是李光帝 这个康熙的 康熙的那个大臣李光帝的家乡 啊 现在忘了那个地方了 从那儿啊 转一圈 还那儿有一个叫中国茶城 中国茶城 哎 到那儿参观 然后从那儿我们还要去的 广东的汕头 那会儿我二姐 在定居在汕头 我妈妈他们那会儿也在 我又去看我妈 去了两次 然后 我没在那儿 他给我装铁杆 我要了几千箱 我本人不在的情况下 他非常自觉 一点没有坑人 骇人的现象 啊 我在和不在 他给我装的那个铁杆的规格 是一模一样的 最后我们那个装火车 是从那个 呃 张州火车站上的火车 运回北京的啊 铺着草帘子 是吧 为那让他那个保温吧 怕他坏啊 然后运到北京 那个 是哪个火车站 我忘了啊 时间太长了 02年的事 对了 张州还有一个 不是张州 就是长泰县 还有一个新型的坦克旅 不知道是不是水路两栖坦克 哎 我们特意骑摩托车 到那个军队大院门口 那个坦克旅的门口 看了一眼啊 进不去啊 又当兵的站岗 有个坦克旅 好像在龙海 还有一个飞机场 军用机场 是针对台湾的啊 最近还在扩建当中 听说要打台湾 也是雷声大雨点小啊 是吧 只闻楼梯响 不见人下来 忽悠啊 中国大陆这个力气啊 太重了啊 大家都要小心了 出门啊 出门过马路 看看有没有车 突然发疯 冲你撞过来 或者有的人突然掏出菜刀 是吧 或者拿出铁棍 北京也有啊 一个东北的五十来岁 在一个小学当个校友 就干点杂活 突然间校方说 不用你了 你失业了 这哥们拿一个锤子 就把好多小孩脑袋 都给打破了 不知道打死没有 反正这也是前几年的事 河北仁秋 去年也发生过 去年或者前年 河北仁秋 是吧 也是突然间 拿出刀来袭击中学生 给中学生砍的 头破血流 类似的事 中国发生了太多了 还有各种的安全问题 是吧 有一次那个交际铁路 在济南那附近 突然间列车出轨 也死了不少人 温州动车死不少人 天津的危险品仓库 不大爆炸 是吧 在中国太危险了 各种的危险都会随时降临 整个中国就是一个大坑 小女孩 小男孩 都可能给你拐卖 都可能给你 前两天 北京的一个小女孩 我看到那文章 也被拐卖到河北保定 我现在就会拐卖到河北保定 我现在就会拐卖到河北保定